3.32元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资料的总比数是2448比 我想应该大家都一样 我们接下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 如果今天我做一个资料群组的资料图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放产品的销售总额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这个笔记型电脑总共销售多少 那个记录笔数就是这么多的资料表里面 笔记型电脑的记录笔数是多少 有时候我们应该会想要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希望2448要随着我点不同的产品出现 可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算的 我们是用所有的资料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 我们不可以用所有资料表 如果我们希望它能够互相联动的话 我们应该改成用什么 产品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这个记录笔数是不是要去做修改 我们就不要用over 好那既然不要用over 那我们要用什么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用这个conrose 对不对 conrose然后接下来呢 它是不是直接呈现某一个资料表 那我们这边能不能直接放栏位名称 不行啊 它告诉你就是要放资料表嘛 对不对 所以显然在这个地方不可以用这件事 不可以用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计算 所以回到CUNP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个不可以使用 因为它只能计算数字出现几次 那第二个呢 是不是可以计算资料行中值的个数 那反正就是只要有值就可以 像那个产品一定会有值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用这个CUNPA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选销售里面的产品 Tab 键 然后又挖壶 Enter 我看到了吗 那就直接立马赶页 例如说我点到笔记型电脑 它的总销售是895万 而5个百万 然后跟这边资料的记录内容744顶 所以这样大致上了解 CUNPA 还有CUNROS 还有ALL 这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了吧 可以吗 所以稍微请你们修改一下 这个函数 这边一定要把它给弄懂 因为这跟我们的RANK 有很直接的关系